最后我们要再带你来看到是新北市政府新闻局呢 即将在这个周六早上11点的时候呢 在板桥第一运动场举办2014年的新北市有线电视数位嘉年华的活动 要透过有趣的闯关游戏还有主题馆 让市民朋友更加了解有线电视数位化的好处 另外呢当天呢不管是这个摸彩还是有奖真达的活动 奖品都非常的丰富 欢迎大家一起来共享盛举 新北市政府新闻局8号早上11点将在板桥第一运动场前办理 2014新北市有线电视数位嘉年华宣导活动 透过有趣的游戏闯关活动与主题馆 让市民了解有线电视数位化的特色 我想数位化对所有的周知乎可能不是很熟悉 那新北市府跟我们11家有线电视业者联合来做这样的一个数位嘉年华活动 是让所有的市民都能够知道为什么要数位化 有线电视数位化是台湾发展数位汇流的重要环节 台湾有线电视普及率高于世界各国 是家户最普及也最便利的数位通路 不仅有更多的高画质频道还能享有智慧互动的功能 都是有线电视数位化之后所提供的服务 新闻局一年一度难得的大戏就是有线电视数位嘉年华 我想有线电视数位化它最重要的意义 它对国家来讲是具有非常高度的一个竞争实力的一个展现 所以在我们国家推动所谓数位汇流的时候 有线电视数位化是一个最重要的环节 因为我们透过有线电视目前全台湾的有线电视普及率 可以说是全世界最高的 那透过这么高的普及率也就是我们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电视 透过这么普及性的一个电视机 那我们要去推动数位化它是一个最便利最普及性的一个数位通路 现场除了有小朋友喜爱的泡泡魔术秀与某某欢乐唱跳活动之外 民众还可以凭活动DM结缴兑兑换赠品 主办单位还准备了70寸液晶大电视 平板电脑智慧型手机及运动手表等丰富摸彩奖品 欢迎大家踊跃参加 永迦的新闻新北市采访报道